我们在新年开训之后 就加大了夜行训练的难度和强度 长大化开展 后半夜浮晓的时装化训练 锻造全时待战 随时能战的空中铁群 按我们驴长讲话 时时刻刻都有一种本领恐慌 我们要为战斗力负责 我们要为这个集体 为我们这个荣誉负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们现在已经担负了战备值班金扣 为我们国家的空房建设 祖国安宁会做出更多的努力和贡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